老师,再来看陈欣雄 他问问的是,有关学历网的输用包括效果 在用棚网上有学校 他说如果前期你种洋乡官 全区都感染到退入黄化病毒 想要费根,算是会掉 种白菜头、果蓝菜、果蓝菜、果蓝菜 那是不是要对城区做什么样的处理 首先想这个问题,想跟你讲前的时间 可能较不太好,我们分两部分 那么这个第一部分就是 有关你讲到这个退入黄化病毒 退入黄化病毒,我们现在知道 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应该都是这个分散 营业粉丝,这个分散来给他团阅 所以你这前期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分散的这个管理 没有其他较好的一个 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个方法 有的人说这看起来好像是缺媒 其实有时候这个不一定是缺媒 得手都是这个退入黄化病毒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注意 所以因为欠这种做法尽量是可以 那么可以分散 这个分散的社长就要顾好 就是说我们的政不可能没对 但是要对的时间让他较后边 如果他能较后边较对 那就没有问题了 这大概就较没问题 那么在北洞其实有团阅的一个途径 比如说机械传染 我们在乱来乱去这种也有可能的这个团阅 比如说像这个真菌 有的中心的真菌也会传染这个病毒 现在就有证实 那有一些是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的一个经济团阅的一个 这个通常也是会看得到 尤其像过来有一个斑驳化业病毒 CGMMV化业病毒这种 这大概是种子就已经大部分 不过就是过来的一个病毒 对我们十二回科的白老婆也好 这应该是没有很大的 直接的这种影响 没有很直接的影响 所以你必须要做当然可以 要做的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就是你要做白菜头 那一定要注意黑骨条 这个黄条叶藻 因为有时候黑骨小孩 很容易白鸡去摆面 所以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包括隔壁菜也好 隔壁菜也好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在逢人没有 因为这个过来的 这个退绿防化病毒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和高丽菜和隔壁菜 它是十二回科的一个 这个作品 它们比较没有关系 比较没有关系 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一般就不用去 有的人说这个会传染 或是怎样 或是甚至如何消毒 可能不需要 不需要特别的一个 这个领化去做处理 不过就是说 在这个 这陈子 如果是要静 要静的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初期堂开 这十二回科的菜 初期的堂开 如果控制不好 在后面就很容易得到病 包括 无论是这个隔壁也好 隔壁菜也好 还是说菜头也好 社长这个时候 它是比较有糖去吃 这有控水 有控水就比较容易 去感染到 这个黑乎病 黑腐病 它的一个三角三角的 黑乎病影响到 我们的産品 影响到最大的阶段 所以这你可能要稍微来解释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在处理上 在处理上 特别要去做的 这个工作 让你稍微做一下 了解其他堂市 没有什么样的 比较特别 甚至你能够 连補膨都不要 但是你如果是補膨 在处理上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个隔壁的问题 其他倒是还好 所以在处理上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让你稍微做个参考 好 那么先回答到这里 第二部分 这个 我们羊香瓜 要怎么来用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我们等一下 接着一开始 和好朋友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 好